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用五个鸡蛋和一斤面粉来分享一道美食 这种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不煎不烙也不油炸 出锅香气适宜,好看又好吃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大碗 打入五个正经的鸡蛋 五个鸡蛋大概310克左右 如果鸡蛋大的话,少放一个 再加入五克酵母粉 30克白糖 白糖的用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增减 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白糖和酵母充分的溶解 搅拌均匀之后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500克面粉 一边倒一边搅拌 这里要注意面粉不要一下都倒进去 要像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倒进来 然后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搅拌成这种面絮转 再加入20克食用油 也可以用环油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因为这里加了鸡蛋 面团会比较粘手 可以在揉的时候在手上抹点食用油 这样面粉就不容易脏在手上了 最后揉成一个偏软的光滑面团 像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先把面团取出来 按板上抹点食用油 防止粘连 再把面团像这样仿佛的揉搓 推拉 像我们平时洗衣服这样 搓衣服的动作就可以 这里大概需要揉10分钟左右 最后能揉出薄薄的手套膜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面团揉一揉整理成圆形 整理好之后把它放回大碗里面 然后用手压一压 把它压在盆底 面团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防止粘连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至两倍大 接下来准备一把红枣 一把葡萄干 再加入半勺面粉 然后加入一碗清水 再加入一小勺盐 然后用手轻轻的抓洗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把红枣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这样葡萄缸里面的褶皱的细菌 才能清洗干净 给家人吃起来才更加的放心 然后把它捞出来 放到干净的清水里面 再清洗几遍 最后洗至随便清澈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清洗过的红枣 非常的干净 然后把红枣捞出来 控干水分 再放在案板上 把枣盒切出来不要 红枣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所以平时我们要给家人 多吃一些红枣 然后再改刀切得碎一点 最后切成这种小颗粒转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 备用 再把清洗干净的葡萄缸也切碎 这里也可以换成茫月梅干 自己喜欢的干果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 备用 现在我们的面团已经发好了 用手指搓一下 不回缩 这样面团就发好了 而且发好的面团里面成蜂窝状 看一下 里面的组织非常的漂亮 按板上抹点使用油防止粘连 再把发好的面团取出来 然后仿佛的揉搓排出里面的空气 这样处理过后 做出来的成品才会更加的好吃 揉个三五分钟左右 然后把它搓成长条 搓好之后再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面积 每根面积大概七十克左右 然后取一个面积出来继续揉一揉 最后把它整理成圆形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取出擀面杖 把它擀开 擀成牛舌状 然后放上干果 平铺均匀 铺均匀之后 再从下面卷起来 最上面的边缘按薄 卷起来之后 再把它按扁 然后再次用擀面杖 把它擀开 把它擀薄擀大 然后再从底部 把它卷起来 这样我们一个生坯就做好啦 全部做好之后 取出电放锅内挡 底部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刷上一层蜂蜜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加好吃 然后撒点白芝麻 蒸香 然后把做好的生坯全部放进来 像这样转圈一个一个摆放整齐 摆好之后 把内挡放入电放锅中 盖上盖子 不用开火 二次醒发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生坯的体积明显变大 像这样就醒好啦 然后表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营养又美味 最后撒一点白芝麻点缀 然后盖上盖子 功能键选择蛋糕键 如果没有蛋糕键 也可以选择米饭键两次 时间到之后 我们打开看看 哇 好香啊 用手按压一下 可以迅速回弹 就说明已经熟啦 然后取出内挡 把它倒扣在案板上脱模 哇 这也太香了 这样做出来的面包 比烤箱里烤出来的还要香 而且吃了也不会上火 它的口感也非常的蓬松轩软 加了蜂蜜和芝麻 吃起来特别的香甜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思思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